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2024全年也可以说是华人的农历龙年的景气预测为您邀请到的是台经院的景气预测中心 孙明德主任首先要请教孙主任在您问好的时候去年的预测结果到了年尾到了新年是不是一如您预测的准确 不敢说准确在去年我们来跟各位观众报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提到2023年应该是先蹲后跳 上半年表现得比较差一点下半年比较好果然如我们的预料去年上半年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出口表现都是衰退 而且表现得很糟糕都衰退两位数以上但是到了7月份以后我们的电子产品手机 笔电 网通产品 它慢慢恢复成长而且成长率还不低它的成长率都是五成 到了12月的时候甚至增加的是一倍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股汇是在2022年表现得并不好 所以大家本来希望说途年有没有一个好的转机 本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还遇到什么西股银行低共和的问题 但是下半年开始股市也开始大涨 所以确实是我们去年所说的先蹲后跳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孙主任来看一下今年是如何的活跳跳 首先我们要回顾在2023年的经济 正如孙主任刚刚说的最坏的情况似乎已经淡去了 从美国联准会到欧阳的主要官员都相继提到不要太早降息 免得通膨卷土重来 而美国加户商家持续是承受高物价的 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躲过了衰退 但是在2023年全年的GDP德国是萎缩了0.3% 过去一年的经济负担有多沉重 各国纷纷公布2023年关键数据 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去年全年经济萎缩0.3% 高通膨 高油价 外国需求疲软都是原因 好消息是在年底惊险躲过一场衰退 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指出 太快降息可能点燃新一波通膨 刺激德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攀升 欧洲股市普遍收黑 美国2023年的最后一份通膨报告 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3.4% 超出市场预期 电费 油价 房屋租金和食品价格 都是压力所在 对一般店家来说 也在想方设法节省成本 除了整体数据的影响外 华盛顿州最大城西雅图 则有一条全新针对美食平台 外送费的法令生效 如今这条新法令 预计能让西雅图约4万名外送原售会 内容除了确保基本底薪外 病假也有钱可领 渴望填补一期以来 每一笔订单的收入越来越少 在南美洲 2023年通膨率破百的国家 不止一个 委内瑞拉数百名教职人员 在1月15号教师节这天 走上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抗议 要求调长每个月和台币 只有110多块钱的薪资 就在同一天 委内瑞拉总统在对国会 发表年度演说中 赞扬去年一年的经济成长 并乐观预测今年会攀升到8% 但就在马杜洛看好经济前景之余 也不忘算一下阿根廷的新总统米雷伊 以2023全年的通膨率来看 威内瑞拉已经从前一年的 234% 降到109%以下 相较之下 阿根廷去年一整年的通膨率则飙破200% 至于非洲身为最大经济体的奈及利亚 经济还没重回成长 通膨先恶化 去年12月CPI飙升到28.92% 创1996年以来新高 更是连续12个月攀升 不让通膨卷土重来 这场无形的战争 各国继续奋战 TVB的新闻众口报道 我相信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房贷族 当我们提到这个降息的时候 大家对于2024年的连续降息 马上降息好像都太乐观了 联总会是从2023开始 预估利率会连三年下调 那因为12月就有调整 跟之前似乎有不同的差异 那美国在去年12月的核心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是上升 所以联总会还是选择下修利率 让大家觉得2024一路降息的 看法更乐观了 但是刚刚从报道看 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是 我想去年美国在11月之前 他本来说他的利率 higher for longer 他本来利率还在更高更久 但在11月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美股美债大跌 所以金融的情势其实非常的严峻 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财政 因为美国今年要发新债 去年发新债就没有人买 第一个是美国联总会 每个月600亿的美国公债他不买 第二个是中国大陆在去年11月 拜习会之前他都不买公债 一直到拜习会之后 中国大陆又开始再买公债 所以这两大买家不买公债 再加上美国的公债 流通在外有34兆免金 他的加权平均利率是3% 所以美国每一年光利息支出 就是一兆免金 新的钱收不进来 旧的钱付不出去 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 金融压力非常的巨大 再加上今年拜登也要选举了 不赶快拼拼经济多发点债 没有钱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联总会的态度进行转变 然后当然那个时候 大家就开始预期 美国今年要开始降息了 也有人很乐观的说 今年过完年 三月就要降息 也有人说五月 但现在安眠府在一月底的时候 就我们前两个礼拜公布的 最新的经济预测 他把今年往上修 既然你的经济没有往下掉 你的物价也没有往下掉 我们看刚刚的新闻 也提到这一点 这个时候美国要急着降息吗 他就不要急着降息 所以今年安眠府 也特别提醒了 如果我们的利率 现在还是在美国是5% 一直给你延续到第三季 甚至下半年 各国政府的压力就大了 第一个他们的利息支出很高 第二个金融市场 要面对5% 你不管债券股票 你去对到5%的殖利率 你都很难去跟它竞争 这就是今年的一个麻烦 而且刚刚孙主任 我们在中间的时间 我请教主任 主任说我们记住一个 很基本的原则 我们降息利率 这个是果 它不是因 它不是用来作为 促进市场的一个手段 而是要关注市场的发展 来做调整 现在联准会 就像主任刚刚讲的 原本的预期在去年 大家觉得市场可以对2024降息 拥有高期待 这个期待我们在市场 好像看到 第一个带动美国防市的变化 然后预估降息幅度 从三码甚至到六码都有 现在降息看起来应该会延后 所以我们影响幅度的观察 应该从哪些指标来关注 如果去年我们形容兔子 是先蹲后跳 今年龙年应该是飞龙在天 今年这个利率如果一直在天上 你会觉得 当然对存款族来说 我还喜欢利率很高 特别是我们最近公布了 台湾的银行业 去年赚了很多钱 我们去年如果赚了7千亿 银行就赚了5千亿 因为银行利率也高 但要是利率高的话 存款族高兴 但是贷款族可就会担心 还好台湾的贷款利率并不高 但是你看到各国的政府 他们承受的债务压力 比如说美国的债务压力 我刚刚讲了 比如说以他们的卡债来说 他卡债就一兆美金 那你知道信用卡利率是20% 那光是卡债的利息支出 就2千亿美金 其他像日本 像其他国家也都有 还好日本是还没升息 其他国家都升息了 那这些利率居高不下的话 我每个月的钱都拿去缴了利息 付了利息支出 前两年是因为屋家涨 就像刚刚影片里面提到的 现在是因为利率高 那我就没有钱消费了 这也会从利率方面 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因为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七成 如果消费不好 美国的经济就不会好 他不像中国大陆 还有投资还有政府支出 其他可以去缓和 美国就只有消费 所以消费一掉 美国今年的成长率 就不如去年高 去年还有2.5 今年照安美福最新的预测 大概是2.1 大概就掉了0.4个百分点 是 那我们接下来 还要再请教老师的是 我们看一下 最近美国12月的核心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 是3.9% 这比市场的预期要来得高 然后住屋的成本依旧高 所以综合数据来看 美国的经济毕竟是 世界经济的一个指标 它在2024上半年 有没有可能软着陆 现在我是觉得 它的经济数据有下滑 但是还比较着陆 用这个词 好像说它的经济已经开始 到了一个比较低一点 它现在还有2%以上 过去美国要看到2% 是不容易的数字 所以它一直用软着陆 来形容美国 现在还没有再着陆 它还没有很明显的下滑 可能要等到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卡债 或者是其他贷款的问题浮现出来 它的经济生涨会更低 比如说你掉到1.5% 或1%以下 你再说它着陆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硬着陆是不要 硬着陆意思是说 你的经济发生了衰退 或者是有重大的变化 落差极大 那叫硬着陆 那我不喜欢 但目前我不觉得美国是叫软着陆 因为它的消费 还有它的民间的薪资 还在依然居高不下 这个时候你只能说它的数据比去年稍微低一点点 还是维持稳定的扩张 这样子的形容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太早说他要着陆 开始要提到要降息 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来说 是个过于乐观的期待 那我们的印象里面 在美国的这个物价 一直没有办法 让拜登在冲刺选举的时候 大家因为对于经济改善有改 最主要是生活支出成本这么高 我要请教老师 在我们谈是否 它能够渐渐的趋缓的同时 这个物价在上半年 老师你会怎么看 在美国的物价 其实第一个是你看得到的物价 就是你现在看到了 比如说它的居住成本 什么成本往上升 还有另外一种物价 是你看不到的物价 比如说在美国 他们一条卫生纸 比如说本来是100抽 然后一样的价钱变成90抽 在美国好多东西 就用缩水的方式来反映它的物价 所以美国民众 以前是两个礼拜去捕获一次 现在可能一个礼拜 就要去捕获一次 这种无形的物价上涨 是你物价上涨你看不到的 美国最近的物价 看起来2023年 是比2022年要好得多 本来是8% 现在降到3% 但是最近1月 因为鸿海 就是苏伊士运河 还有巴拿马运河 是几个 不是人祸 就是天灾 出现了物流价格的上涨 所以这些物价 还有油价的反弹 很有可能又带动第一季的物价 物价要是涨了 美国就不会那么急的降息了 了解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略略提到了 美国的物价跟经济 在今年高关注的是总统候选人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站 趋势越来越明显 从11月 美国今年要大选来看 大家一般认为 应该就是重演民主党拜登 对决川普 而川普的第二任 在各项民调 目前看起来非常有可能 因此世界各国 开始做川普的美国准备 加拿大成立了所谓加拿大队 因应美国大选的结果 欧洲的盟友非常关切 乌克兰的军援跟北约的经费 在川普上台之后 当然会无以为继 美国前总统川普 2025重返执政 再做四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世界各国已经开始 为川普美国做准备 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 加拿大 总理杜鲁多直言 川普代表不确定性 宣布指派工业和国际贸易 两位部长连同驻美大使 领导新加拿大队 确保加拿大准备好 应对美国大选 所有可能的结果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 川普第二次执政 控包括关税 可能放弃乌克兰和台湾 与盟友采交易模式 与敌人激进的讨价还价 全球规则也更衰退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 在川市思维下 乌克兰和台湾尤其容易成为弃子 小小的台湾 却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 去年1月到11月 就达450亿美元 日前川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 被问到一旦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 川普拒绝正面回应 同时抱怨台湾 抢走美国半导体的生意 不过对当前世界的纷纷扰扰 川普说他执政 这些都不会发生 没有战争 经济蓬勃 当非法移民 的确是川普支持者 拥抱他的关键 但美国的欧洲盟友 恐怕挫雷蛋 不知北约国防经费成为隐忧 目前在共和党中医院 卡关的乌克兰军援 恐怕更后继无援 英国前外交官苦笑说 欧洲还有一整年的时间来准备 而川普在总统大选的对手拜登 获重要的联合汽车工会支持 工会主席大赞拜登挺工会 甚至在去年夏天 成为第一位加入工会 站上罢工第一线的美国总统 有工会背书 将有助拜登在汽车工业重镇 摇摆州密西根 和其他制造业地带的选情 请问综合报道 好 这个川普执政的时候 带来了很多巨大的改变 对内跟对外 所以如果我们用川普经济学 也许不夸张了 就是他采取的手段 所以我想请主任分析 第一个是对国际社会 带来的一个冲击 它当然很多很多方面 那特别是对于现有战事的影响 那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那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说美中关系 川普所采取的经济制裁的 这些极端手段 对于美国民众在承受生活 经济生活压力上 可能又会更加剧 我想川普如果上任 他也说过他上任第一天要做什么事 第一天他就要把抗同盟法案给废掉 什么叫抗同盟法案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物价的平易 他其实讲的是补贴电动车 补贴电动装 在美国在以前欧巴马时代 一台车补贴7500 而且每一个车厂 大概只有20万配额 川普上任 拜登后来就给他更多补贴 车厂的上限取消 一台车补贴1万块 但是川普他们本身 他们的朋友都是挖油挖煤炭的 怎么会去补贴电动车 所以他的电动车补贴会拿掉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 台湾的企业 如果你是跟电动车 电动装相关的 如果他上任以后 今年还有预算 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接下来是他对北约的态度 刚刚影片里面看到 他觉得北约占他便宜 他一直希望他们出钱 甚至想要退出北约 然后乌克兰他不会再给予支持 他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给钱 给乌克兰去打这场仗 所以乌克兰以后 可能会长期分裂成东乌跟西乌 东乌的20%就被俄罗斯占走 西乌你要做的自己做 也被打烂了 所以乌克兰就变成这样一个 很像南北韩长期分裂的一样 另外一个是中东 因为共和党非常仇视伊朗 所以他对于伊朗的态度 会用武力不惜解决一切 他的态度会比现在的拜登更加坚决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 苏伊士运河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能源危机 不会解决 最后是我们的东亚 第一个他有提到了 他上任第一天 可能把中国大陆的关税加到60 之前25你就快受不了了 60那就会促成厂商新的压力 另外一个是 他会退掉两个经济协定 一个是印太经济协定 另外一个是气候协定 所以川普上任 大概就两件大事 一是他对于永续发展ESG 他会去开倒车 第二个就是他对这些周边的影响 他可能就会加大贸易战 或者是能源的价格的影响 因为他对中东的压力会比较大 他对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是 在回想 当初他跟Hillary竞争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他当选不可思议 现在不但是可思议 而且具体的冲击几乎都可以条列出来了 2024年是全世界选举最多的一年 超过20亿人口投票 所以请教孙主任 这么多大选对于全球经济局面 您关注的方向有哪几个面向 对 我觉得今天有几个重点的选举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四月的韩国大选 韩国现在嘲笑也大 韩国总统跟国会在野多数党是不同党 所以施政上会面临困难 所以对韩国总统来说 势必要拿下国会这一仗 才能实现他的执政目标 这是上半年的 到了下半年我们要特别注意 不是美国 在美国之前英国跟日本可能都要大选 日本自民党最近陷入了政治现金丑闻 里面有一些派系要解散 有一些派系不解散 你要知道自民党过去60年 几乎执政了55年之久 只有少数的1993 94年 还有2010年 短暂一两年失去政权 如果今年日本的自民党 因为内部的派系不合 而失去了政权 先不要讲别的 光是今年你要推动很多的预算 你的国会议员不支持 你就很难推动了 所以这是日本的问题 英国在欧洲 英国也是一样 英国因为经济表现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他现在选的话 应该执政党输的机会很大 他们一直把时间往后投投到年底 就希望还有半年能够推一个新的政策 所以今年不止美国的大选 值得你关注 包含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邻居 韩国 日本 甚至欧洲 他们的大选都会牵动当地的震惊情势 当然就是举足轻重 在亚欧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广告之后我们看到刚刚孙主任这些分析 其实全球经济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经济生活是非常有关的 回来继续focus 在前半个小时里面我们透过专家的分析看得出来 2024在降息年 它的速度不要有太乐观的预期 但是比起在2023甚至2022 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当然是大增 在欧洲 美国跟日本市场 2023全年涨幅亮眼 2024年全美总共22州宣布调涨最低薪资 这包括了加州 纽约州 华盛顿州 时薪是提高到16块美元以上 而夏威夷是一口气调升2美元 对于业者来说 在通膨和调薪的压力下 他们必须更谨慎的求生存 全美22个州从1月1号起调涨最低薪资 奥勒冈内华达州和华盛顿特区 将在7月1号生效 佛州则会在9月底更进 薪资基准线全面提高 将为全美共990万名劳工 额外增加约70亿美元的年收入 只是对业者来说 生意越来越难做 尤其在加州 最高薪资提高到每小时16美元 已经是全美第二高 素食店的员工还要从4月起 领到比其他产业更高的酬劳 每小时20美元 但就像新法让发薪水的业者 大呼吃不消 全球最大披萨连锁店 Pizza Hut 已经采取动作 将裁掉加州1200名外送司机 随即遭到顾客抵制 至于在最低薪资位居全美最高 将提高到每小时17.5美元的 华盛顿特区 业者早做了准备 这是一间可以买书 可以用餐 还有艺朗可以参观的 复合式餐厅 而店里员工领了酬劳 已经超越马里兰州最低薪资 至于在阿拉巴马 威斯康辛等南部和中西部的州 则由于没有制定最低薪资法律 依旧以7.25美元的联邦标准为主 而这个数字自2009年以来没有变过 通膨却在这段时间飙涨超过40% 只是在这当中调薪幅度最大 一口气上调2块美元的夏威夷 则有其他难题要面对 去年8月 独家圣地贸宜岛遭无情大火摧残 造成100元丧命 超过2000栋建筑物被毁 为刺激经济复苏 当局没过多久开始向观光客招手 贸宜岛西岸的拉海纳情况更复杂 由于当地还在清理有毒残骸 加上房屋市场紧绷 使得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火受害者 只能在海滩边客难扎营 却要看着游客在一旁开心玩耍 这些野火受害者当中 不已从事服务业的人居多 就在他们一边走出伤痛重建家园 一边要谋生的情况下 还经常被客人提问 有没有被野火影响 有没有认识的人因此丧命 最受欢迎的30年期房贷利率 已经连续打降 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 降到平均6.61% 好 提到经济 大家会想到 那我的这个投资或储蓄 不管怎么样 即使这个荷包再紧缩 都会希望挤出一点钱来 那这几年国际好像对美元的信心下降 而且老师请问一下 去美元化的这个声音 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那如果真的去美元化的声浪越来越大 美国保持全球这个储备货币的地位 是不是依旧是不可动摇 是 我想对一般民众来说 去美元化是政府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 第一个先看美元的走势吧 我们记得在2022 2023 美元的走势是很强劲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处于一个升息的周期 先拿日本来为例好了 日元扁这么低 而美元升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日本是零利率 那美国的利率是5% 所以日本的民众会想 我的存钱都没利息 我不如去换美元定存美元保单吧 所以他的钱就流到美元去 这是美元强势的理由 但是大家也知道 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了 美国今年慢慢处于一个降息的开始 现在是居高不下 接下来就要降息了 当你降息以后 假设日本今年升息 它是从零升到一 但是美国从五变成三 它本来是5比0的利差 现在变成3比1 这时候美元就不会那么有吸引力了 所以对一般的观众来说 今年可能是美元开始走弱的一个时间点 那在下半年在美国降息的时候 这个趋势会更明显 这是一 第二个各国政府不愿意要美元 有别的原因 他倒不是看美元高与低 他是觉得美元不安全 前两年俄罗斯 因为拿手上一堆美元欧元 都被人家制裁 通通不能动 他手上能动的是人民币跟黄金 其他像委内瑞拉 像北韩 像伊朗 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各国也慢慢发现 美元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 我们每天货币政策 像我们台湾以前央行总裁 也抱怨过 你的美元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每次都要帮你 处理你的通膨问题吗 所以各国现在要降低美元比重 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 人民币的比重开始提高 因为美国占全世界25%的经济 中国占17% 所以中国大陆 它现在人民币在国际使用的比例 在前两年大概是1% 2% 美国超过一半以上 它完全不成比例 你的经济规模这么大 但是你的人民币使用这么少 所以像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现在有RGP 它里面本来就没有美国 它跟中国大陆一直做生意 还有沙烏地阿拉伯 20%的石油是卖给中国大陆 还有巴西 它每一年有1800亿的原物料 是卖给中国 这个时候用人民币交易 对它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所以各国降低美元的比重 多用人民币或其他货币 主要是来自于其他的经济体 它的规模正在提高 我们必须要适当地调整它的比重 是 那接下来我想再问老师的是 那各国央行在2023年 购买黄金的比重大增 那就我们华人社会来讲 很直接问 那我们2024年 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 黄金友善的一年 当然就是大家的投资选择 是 今年是金融年 然后我们的央行总裁也是金融 所以大家对黄金 应该是特别有偏好 黄金它本身不升利息 所以以前在 以前阿公阿嬷那个年代 那个黄金很保值 又可以随身带 所以很好用 但最近这几年 大家会觉得黄金不升利息 所以好像吸引力慢慢变低了 这时候你去买股票 买ETF好像更好 但是现在不是 各国央行还是又发现了 黄金的价值 比如说你看到 中国大陆在2023年11月之前 它只要公债到齐 它不买美债 它都跑去买黄金 然后印度这些国家 也都买黄金 因为万一要是美国制裁你 黄金它制裁不到 黄金还是有它的流动性 虽然黄金不升利息 但是你要知道 美国以前的美金 是实施金本位制度 它的美金是可以兑换黄金 当时美元才能维持强势 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 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要强势 一定要去跟实体的商品 要能够结合 不管跟黄金 沙烏地阿博是跟石油 澳币是跟煤矿 所以你发现货币币值很稳定的 通常它后面都有一个矿在后面 黄金当然也是一个 支撑你货币强势的理由 现在全世界买黄金 买最多的央行 其实不是中国大陆跟印度 它是民众买 央行以前买的不多 黄金最多的储备在美国手上 在欧洲手上 所以过去美国跟欧洲 因为在二战在一战的时候 累积了大量的黄金 存在那个地方 所以美元以前才会用金本位制度 但现在其他东亚的国家 新市场国家 也发现了黄金的价值 他们也正在提高黄金的储备 所以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如果你觉得黄金没有窒息 但是你会发现 当各国政府都在买黄金的时候 至少有几个大买家 跟着你在一起买 你跟着他买的话 要往下掉掉很多 像美元这样大起大落的肯性 就不是很高 所以这也是黄金这几年 为什么价格依然居高不下 最重要的因素 我想这一段 大家是不是听得非常专心 我们接下来要谈到一个是 你我生活已经经验到的 经济现象 缺工 特别是你到服务业里面 大陆去年经济增长 保五是惊险过关 主要主力还是消费拉动 我们以中国看 在2023餐饮业收入 人民币五兆创新高 餐厅竞争得非常激烈 但是现在在迎接年节 消费红利的同时 在春节前缺工问题已经严峻的浮现 今年返乡春运的人次 九十亿人次创下史上空前新高 所以我当老板的都觉得 春节一过 开工就叫缺工 2023年大陆餐饮收入 首次突破人民币五兆大关 创了历史新高 但竞争也相当激烈 各式餐厅 名店 抢市场大病 到了年节时候 更是如此 我这天一个月就订好了 差点没订上 我觉得还是吃那个传统炒菜吧 就是有鸡鸭鱼肉 今天就是过来试吃一下 过年呢 我们亲朋好友一年到头了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选择一个寓意比较好的 饭店名称或者是包间 根据大陆外卖平台数据 餐厅订单量暴增三倍 北京餐饮名店的年夜饭 一桌难秋 元旦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高峰期 然后现在的话 基本上包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而且就真正的出现了一箱难求 把握年前到春节的这波消费高峰 2023年大陆经济增长 算是惊险过关 保住5%的成长目标 作为首都的北京 生产总值超过人民币4.3兆 按年增长5.2% 与大陆全国持平 外补环境的复杂性 严峻性 不确定性上升 国内经济发展 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北京地方官员 对于今年GDP目标 也转为保守 指定在了5% 消费依旧是拉动经济重要因素 因为2023年 北京消费类增长超过一成 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人民币一兆4000亿 下一阶段即将到来的寒假 春节假期进一步激发我们北京居民的消费热情 居民消费也将持续的回暖 想办法提升消费力 但另一个难题恐怕截后大爆发 那就是缺工潮 由于今年返乡人数众多 人力缺口在年前就提前浮现 我们正在招聘生产经理 车间主任等相关的优秀人才 大概需要50人左右 才能满足目前的排期生产 等不到春节后 贵州这家酒厂先加薪招工 夫妻一起到职 春节每人给一成薪资补贴 各行各业春节前几乎都涨薪 家政工日薪最多涨四倍 美容业平均周平月薪 环比增加1.6% 制造业普通职工环比增加2.1% 本来年底的时候就是淡季嘛 但是因为最近旅游服务业发展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有很多酒店也是邀请我们 就是给他们现场直播来带岗 旅游业短时间要找人 甚至沿用疫情时方法 直播工作环境吸引上门求职 汽车制造业要找技术工 直接到校园梅合 人手如果不能及时补上 大陆春节过后 开工立即遇上人力荒 生产经济势必受冲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老师我们今天很快的扫描了一下 从2023到2024的展望 最后谢谢孙主任 要透过这个手板为我们分析 2024年全球政治经济十大风险 是 我想在2024年我们会有十大风险 分别是四个战争 三个经济 两个政治 还有一个气候风险 市场战争当然是俄乌中东南北韩 甚至台海会不会有危机 这个是外界所担心的 目前台海危机风险并不高 但是我们楼上的南北韩 跟楼下的菲律宾 它是很有可能跟中国大陆 或者是跟北韩有战争风险的 如果万一这边有战争风险的话 供应链就会中断 菲律宾还是一直纠结了南海 对菲律宾跟越南 一直跟中国大陆有南海的纠结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市场可能的风险战争 另外有三个经济 我们刚刚提到了 第一个是美国利率居高不下 这个会影响到美国的金融市场 跟它的消费 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要是失速了怎么办 这个很多家制库都提出来 日经新闻 经济学人 还有美国的Brookins 他们全部都提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 因为它的不动产 要恢复的话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会不会拖累 它目前经济成长的速度 所以美跟中各有一个问题 一个是利率 一个是不动产 另外一个就是美欧中三边 可能会因为电动车 爆发新的绿色贸易战 我们之前听到的 川普的贸易战是一般商品 拜登的贸易战是晶片 但现在电动车 中国大陆电动车 已经做了1000万台 外销出去就100多万台 各国现在不读 你的电动车要读什么 所以新的贸易战隐然成型 这是三个经济的问题 另外有两个政治的风险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今年有20亿人要选举 有70多场选举 每一场选举都会牵动 当地的震惊局势 而且在选举之前 各国政府都拼命发债 要去做公共建设 所以最近发债的一大堆 光是1月前4天 就有好多新市场国家 发了200多亿的公债 沙烏地阿拉伯也发了 120亿美金 这些从市场上抽走的资金 会造成股市的根基不稳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季 要特别小心金融风险的来临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政治的第一个问题 大选 第二个是东南亚 最近的政治局也不稳 缅甸它的军方 之前前两年政变的时候 看起来不可一世 最近看起来好像 它跟反叛军的对抗上面 节节败退 另外一个是印尼跟泰国 都是联合政府 你知道联合政府的执政 是并不是很稳定的 随时有可能变天 最后是一个气候风险 在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最近我们看到声音现象 造成巴拿马运河的搁浅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 地震也特别的多 所以今年的天灾 前两年天灾 就造成供应链的不稳定了 现在的天灾 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今年十大风险 四个战争 三个经济 两场政治 一个气候 这个都是我们今年要密切关注 对经济可能的影响 是 当我们听到经济风险的时候 最后很短的时间问一句 我们一般人 情绪上的反应就是忧心 请问当我们能够确认 并且已经预估到 风险的可能性的时候 对于风险的可控 我们可不可以有多一点 乐观的期待 是 在今年 美国已经重新上调了 全球经济的成长 第一个是 美国虽然利率居高不下 但是你刚刚看到了缺工问题 让美国的消费 还有美国民众的薪资 依然稳健 这是好的 其他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金融面 可能利率居高不下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一下 美国什么时候降息 因为它会带动金融市场 还有实体的投资 所以风险的后面 常你要去注意时间点 跟它的影响 接下来就可以做企业 或个人的判断 今天非常谢谢孙主任 我们跟孙主任说 我们是一年一会 我们希望2024年我们有更多 一起一会的机会 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变动事局里面 对于经济的判断 更有主观性 而且对于各种变动 在心理准备上更有可控性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华人社会过年 通常少不了 这个小酌疑情 小赌疑性 中国现在掀起 威士忌的热潮 各大酒厂都抢占市场 全球第二大烈酒集团 在四川投资了超过10亿人民币 近期发表了第一支 在地生产的威士忌 经济水平提升 年轻人也不排斥 喝一下威士忌 这个市场被认为是 非常有潜力的新市场 昏暗的光线 搭配爵士乐表演 周末围裙枝叶 比起白酒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更喜欢喝威士忌 因为它会留在口腔味道很久 我会还一直想的这个酒 就是如果喝完今天晚上 都是有大相似的酿造方式 但是出来的酒的味道 全部都不一样 还蛮有意思 这种饮酒风格的转变 专家分析 主要是因为消费力提升 而年轻人又特别喜欢 追求标新利益 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 威士忌消费族群 年龄介于18至29岁 尤其年轻人 现在国家越来越开放 出去的机会越来越多 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文化 他们也勇于尝试 当他们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 比如说威士忌以后 他们觉得跟中国的白酒 有很大的不同 威士忌可能会让他们 更容易去接受 从2017年到2022年 中国的威士忌消费量 年均成长10% 市场发展的潜力 引起多间欧洲知名酒厂的注意 我们在中国在中国的威士忌 它是一个产品 非常均匀 非常均匀 我们也认为 这是我们投资了 我们在接下来投资了 1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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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 全球第二大的烈酒生产集团 发表中国四川酿造的 首款唇卖威士忌 每瓶售价888人民币 将传统的酿造工艺 融合进中国特色 我们独天独厚的这块 峨眉山的这个沉酿的环境 包括我们这块的水源 最顶级的矿泉水 峨眉山的水源是很出名的 对吧 然后我们的原料的话 我们选用了中国很优质的 这种的本土产的大麦品种 作为我们的生产 我们的纯麦芽威士忌的麦芽 同时来讲的方面 开发了自己独有的 产自长麦山的单领香木头 至于味道 据说是层层堆叠出的丰富口感 先是花果香气 接着坚果和巧克力味窜出 最后以木质尾云收尾 看准中国这块威士忌新兴市场 各大烈酒集团许时待发 截至去年10月 大陆已有超过30间 威士忌酒厂 产业预测 这种双位数成长的趋势 将一路延续到2028年 当你经济条件 达到一定的基础以后 你就会寻求自己的个性化 那威士忌正好是迎合了 这些人的消费心理 而且的品质和其他的酒 这个品质也有很大的区别 强占猎酒市场 工具也得不断进化 武汉市一间酿酒厂 引进机械手臂进行蒸馏 全自动化的设备 能精准掌握时间和温度 把酿酒原料 撒进巨大的蒸馏器中 这一步骤 对产品的品质来说 非常关键 就连经验老道的师傅 也认为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机器人 配有先进的感测器和成像功能 能做到和人类一样 甚至更好 业者表示 目前全国已有40间烈酒生产商 引进这套系统 科技助攻 需求强劲 中国的酒类市场 正更多元 蓬勃发展 TVB新闻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Focus 改编自德国作家 法兰克薛静的同名小说 群 群体的群 出版20年之后 搬上大荧幕 描述 当大海有了智慧 第一个要消灭的目标是人类 为了还原书里面的灾难场景 剧中找来日本男星 木村拓灾 也一位企业家 他帮助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 希望能够拯救这一场世纪浩劫 优美的温哥华岛上 发生虎金搁浅事件 专门研究鲸鱼等动物智慧行为的 安娜瓦克 发现不对劲 鲸鱼身上有不少伤痕 两人来到默瑞角港边 渔民听闻鲸鱼搁浅 并不惊讶 因为他们一大清早就在海上相遇 但更让安娜瓦克觉得奇怪的是 今年鲸鱼迁徙到温哥华岛的时间 已经延迟太久了 当鲸鱼群出现 观光赏金船立刻出发抢客 安娜瓦克也决定到海面上一探就近 这时一只巨大的坐头鲸 突然出现在他的船边 坐头鲸的凝视 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接着他直接下沉 进入海中朝着赏金船快速移动 安娜瓦克使用海底监听装置 发现附近为数众多的虎鲸群 正在靠近 赏金船上的游客们兴奋不已 看着坐头鲸越来越近 还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个翻身入水掀起巨大浪花 游客们还沉浸在欢乐气氛中 当坐头鲸再度翻身跃出水面 一切都变了调 船身当场断层两劫 掉入水中的游客被等在下方的虎鲸 逐一攻击 就在这时 在法国新南部城市 圣让德里兹也出现不寻常 这里平时已丰富海产闻名 站上知名的餐厅老板兼主厨 看中了新鲜现捞的龙虾 但他不知道的是 海洋生物中已经出现某种病变 准备下锅的龙虾流出大量白色黏液 当厨师想要凑上前去看清楚 却被黏液喷得满点都是 厨房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有副主厨处理善后 招待助理把龙虾丢进食物处理器 被面压成碎片 几小时后主厨开始感到身体不适 想到餐厅门口透透气 却倒卧在地上当场暴毙 由于副主厨和助理也接连死亡 当地医院的病毒学家罗舌开始调查 发现是一种海洋胡菌在作祟 由于餐厅将受感染的龙虾 丢进食物处理器污染了水源 加上其他餐厅的海鲜也爆发类似问题 大量民众身体不适冲到医院求助 由畅销科幻小说翻牌而成的影集群 讲述世界各地陆续发生海洋异常现象 深海螃蟹浮出水面涌上陆地 海底千万年累积下来的甲碗水和物 开始崩坏 大陆棚划入海沟 海底深层的震荡 引发欧洲沿海各地出现超大海啸 当海洋不再对人类友善 也不禁让人反思 我们善待海洋吗 人类这时才惊觉 对海洋的认识太少了 想解决眼前这场浩劫 就必须由相关领域的专家 组成跨国合作队伍 深入海底一探究竟 剧中找来日本男星牧村拓灾 饰演企业家兼慈善家三船爱抖 在危急时刻尊重科学建议 并伸出援手 也成为牧村首部进军国际影坛之作 这群科学精英小组 能否成功阻止一场世纪灾难呢 影集群改编自德国作家 法兰克薛庆的同名小说 在出版20年后 终于被搬上一幕 让不少书迷直呼期待 当大海有了智慧 第一个要消灭的头号敌人 却是人类 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天然资源 取用的同时 是否也能回馈释出善意 别让环境憎恨人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祝福您新年平安喜乐 新年一年除旧不新 跟着Focus 我们每一天都用深入浅出的 专业国际趋势和知识 来帮助您布展新局 我们下一次再会 我们下一次再会 7月2日的新闻